男人每天都会在脸上涂满面粉 再磕上两个不要钱的攻击蛋 最后再旋转380度抹上烧烤料 确保每个位置都腌制好后 他就开起小铃铛 一头钻定了八百米的锅子 这一幕把路人看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但别人不知道 他这么做都是遭到了一部手机的阻止 只要接到手机的电话 所有人都会失去心智听从他的指挥 好在他也不会无辜伤害别人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他就不敢伤害你 这天小帅想跟老板预支工资买个新手机 老板二话不说直接拿出了100元 但等他拿到手才看出来 这只是一张游戏币 无奈他只能来到二手市场 可其他二手手机的价位全部都在100元以上 得知小帅只有50块后 老板只能从仓库拿来了一个祖传的老电话说 这个便宜 可等到小帅交上前后 老板却说这只是一个模型 他想要抢回来钱却于事无 但老板没想到 下一秒手机就突然开机亮起来 次日小帅就找到女神想要个手机号 看着他手里的杂牌手机 女神闺蜜张口 就是讽刺小帅买不起名牌 一阵羞辱的画下来 让小帅无地自容 虽然他没有和他们计较 但手机却替小帅开启动